SHITS2的時候 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的那個 這個地方會多一個什麼東西呢 SHITS2 驚嘆號 也就是說公式裡面 用來表示跨工作表一定是這種方式 那範圍的話給它 範圍就是這個範圍 那 再點回來 找什麼東西 這個切過來對不對 選一下 OK好這樣就沒有問題 然後呢 有個小技巧 你要回來原來的位置 點中間一下 找誰 找王慶祿 找到之後統計什麼 再切過來 統計它的時數 就把它的時數加起來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請你把什麼 B3到B16 按F4 當然因為向下填滿 按一下按兩下 其實都一樣 不過 比較標準是 按兩下 然後這邊 按兩下 OK 把列給鎖起來了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王慶祿就沒有了 那往下填滿的話 其他人的 入門有參加過的都會出來 可是進階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的 做一次之後呢 後面都很簡單的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一下 為什麼呢 後面你就用加的 因為入門的 在這裡 那加貼上 改什麼 改成進階的 所以進階的話呢 只要改什麼 它的序齒 改成 3 這邊改成 3 那列的話 因為有兩個 老師沒參加 所以呢少兩列 14 14 OK 好 做完了 打勾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這個人還是沒有 可是其他人有沒有增加呢 有增加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李世遠還是一點 因為他 這個下一次沒參加 可是這個人有 他本來什麼 這個老師本來三個小時 再加兩個小時 五個小時 那底下就一次雷推 OK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用 SHITS SUM IF 配合那個跨工作表 的方式 來做加總 其實還蠻快的 一下就加 加完了 那以後的話當然如果你有很多工作表的話 就怎麼樣 繼續加嗎 如果說還有 第3次第4次第5次第6次 一直往下 那你公司不就一直貼 貼 所以 所以 當然呢 如果小範圍 用函數還OK 可是大範圍 說真的用VBA就會有優勢 為什麼用VBA 你就跑一個回圈就可以了 除了說可以跑列回圈之外 那個工作表 也可以跑一個工作表回圈 也就是你可以 還給各位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想要保護工作表 裡面的什麼 它的公式 不要讓它顯示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不要讓使用者隨意 比如說我這個檔案 也許會分享給其他人 但我也不想讓他可以隨便更改 因為有的人他明明沒有參加 他就自己輸入一個5 這樣的話很快 這樣不對啊 如果你沒參加你就自己改 那這樣最後會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如何不顯示公式 第二個 如何不讓人家篡改 兩個 那前面好像有講過類似的 第一個 全選 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先把什麼保護裡面的 這個都把它打勾取消 就是全部 都不鎖定 也不隱藏 第一步按確定 第二步的話 就針對你要保護的範圍